这几年大家反映就是很多诽谤我们法门的人都发生了现实暴 并且就是突发重病疾病 请问师傅这些诽谤我们法门的人 就是互法在考量他们的报应周期的时间吗 这个报应周期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 诽谤不要说法门了 就是诽谤一个人如果是人家是对的 你诽谤你也一定会有报应的 你比方说在公司里边老板不了解这个人 他在诽谤的时候老板会对他产生恶念恶语 但是时间长了老板说原来这个人这么好 是人家诽谤你说这个人留得长吗 马上报应了吧 如果是这个周期 那么这个周期是跟他的量成正比的 比方说他骂得人家越厉害 那么他报应的速度越快 然后呢 报应的这个愤赶越重 我不说我们的事情 我就说有一个人专门写文章诽谤别人的 这个人后来生脑癌死的 我就告诉你 当时特殊的一些环境下 有那个时候有些乱 很多人就整天的揭发呀 整个就是搞别人啊弄啊 我自己亲自知道的这件事情 那个人后来就是得脑癌死的 脑子里长那个流越长越大 然后慢慢的痛死 因为这个没办法 他的太太呢 而且呢是一个艺术界的人 而且有点小名气 而且呢也长得很漂亮 他的先生就是专门笔杆子写文章的 最后呢就是造谣啊 写了很多不应该写的东西 脑流致死 现在呢你看看很多人这种诽谤 实际上讲老实话 这个烈火见真经嘛 台上的心灵法门 我们的宗旨最清楚的是爱国爱民的 遵纪守法的 所以没有一个法门 它前面是有这个八个字的 我们的心灵法门前面是爱国爱民遵纪守法的 没有一个法门是怎么做 所以这种东西被人家讲几句了 这种人最后呢就是自己玩火者自焚 不要去伤害别人 伤害别人一定伤害自己的 所以做人呢不要去骂人家 骂人家一定最后被人家骂 你去打人家最后被人家打 过去我们看香港电影有很多黑社会的头 哎呀自己觉得很了不起 哎呀在那里称霸 最后被另外的黑社会 崩一枪就崩掉了 所以做人就是这样一定要要善良 要把人家往好的地方看要做善事 还有的人呢就是经常做人家不好的话呢 他就是面瘫嘴巴脸都歪了 因为首先呢不正啊它是从你脸部开始 所以脑子啊脸啊还嘴巴歪啊鼻子歪啊眼睛啊 睁不开啊瞎掉啊实际上这些都是因为过分了 过分之后东英国了对方一定吃苦头了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了听得懂了 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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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